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国泰政企顾问处的蔡允翰 过往来讲我们常常跟大家分享有关股市的一个投资 但今天比较特别我们跟大家分享特币 千华经理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过往的投资标的主要集中在台股跟加利货币上 那关注比特币有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很开心就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 那可以透露一下你当初进场跟你出场的点在哪里 我主要进出钱 但是精准价格不太不太方便讲 但那时候都有买在一万多下 对对对 哦那还不错耶 那你现在看到这样已经一万九有没有后悔 一万九 好实说有点后悔啊 但是这也是我们后面马后后来发现 对对对 但那时候已经有达到很高预期的报处 所以就签出了 所以你那个时候投资的时候还觉得 买的时候还觉得它是投资商铺对不对 对因为它的波动真的蛮大的 这一块来讲并没有所谓的实名制 那常常变成是大家在这个雷席黑钱的一个工具 所以市场常常会把它污名化 认为说在这个所谓的比特币投资通常是两个基础 一个就刚刚提到的可能是在这个所谓比较地下金融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块呢也许是所谓的高科技业者对于这个所谓的这块比较熟悉的 通常就这两种族群在做交易 10月的时候这个美国的线上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所谓的交易平台 PayPal就有提到他们即将开始交易特币 未来很多这个商家他可能说你用比特币我给你特别的优惠 那是不是很多人就会想到那我先去买比特币 再来买这个商品 比特币它有个特色它只有一定的量 全部只有2100万枚 那目前来讲大致上已经挖出大概1800到1900 百万之间所以大概九成已经被挖出来了 所以未来的特色就是越来越难挖 这是大家讲的挖矿 大家的币值都可以持续的这个发行再加益 但是这个比特币的部分量就是相对有限 所以供需是供给是一定的 但需求后续会有大幅增加 所以我们认为后续来讲价格应该会慢慢趋稳定 而且有机会持续往上走高 因为以太币它的上涨空间 我觉得相对比特币很大 就比较多的部位是放在以太币这边 然后也许等一下经理可以分享一下 除了比特币 还有其他加密货币比较小币它们的发展区别 应该还是要稍微分散风险 那这个这块来讲包含这个以太币啦 或者是这个比特币啦 甚至这个莱特币啦 这块来讲我们一开始就切入就大家都了解 是风险比较高的一个市场 所以相对来讲就可以尽量用多种货币的角度 也可以做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动作 我自己也很关注就是明年年初的时候 联署他们会推他们的自己的加密货币Libra 然后很好奇说像这样子的消息 可能会对市场带来哪些的影响跟充剂 你可以看到这个分析这个外资的一个分析报告 提到这个比特币的利多 其中有一项就讲到中国政府的一个部分 应该说中国这几年也慢慢要 往这种虚拟货币的一个方向再去做移动 他提到这个是利多 他并不会认为说这个又有更多的竞争者 所谓的虚拟货币未来的方向叫做能够购物 那等到大家能够掏出来购物的那个时间点 它才算是真正的开始 我们插播一个网友的留言 他说 讲的我都想要买了 要买吗 我觉得你只要把握这两点 我觉得就可以进一场 第一个部分来讲 就是这个比重不能高 即使年轻人 那他的这个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他可以承受比较高的这个所谓的风险的情况下 我建议应该要把握在两层下 你把资金拆分成三四端之后 然后每一个礼拜进去买一笔 这样子来讲就可以分散掉买在高点 短线套牢的一个状况 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现在比特币的价格 可以说是暴涨不断 暴跌一天10% 20%都有可能 那大家如果要投入的话 请仔细评估好自己的那个风险属性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